今年春节党电影市场迎来开门红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 截至1月27日 2023年春节党总票房已突破67亿 超过2022年春节党的60.4亿元的总成绩 成为中国影史春节党总票房第二 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春节党影片百花齐放 加片平平 七部春节党新片 逃票票评分均在9.0分级以上 今年春节党呈现二超多强的格局 满江红 流浪地球二分别以25.96亿 21.55亿的票房断层领跑春节党 合计贡献了春节党六成以上的票房 春节党影片的整体口碑不错 七部春节党新片 逃票票评分均在9.0分级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满江红 熊出没 伴我 熊星 无名 深海 这四部影片均出现了单日票房逆跌的亮眼表现 档期内票房排名前三的影片分别是 满江红 流浪地球二 熊出没 伴我 熊星 其中熊出没系列属首次进入春节党前三名 熊出没 伴我 熊星 收获了7.47亿的票房同样表现亮眼 这也是熊出没系列进入春节党以来 第一次进入党期票房前三名 亲子群体的快速回归也是一定程度上 更表明疫情的影响已经很小 突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也将正式摆脱 三年疫情的影响回到正轨 业内人士分析称2023年春节党票房的良好表现 除了影片的整体口碑不错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全国营业影院恢复较快 2023年大年初一有票房收入的影院达到11,544家 影院数量已经恢复到2022年大年初一的98% 期待兔年还会有更多的佳作出现 带领中国电影市场快速回暖 繁荣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